嗨好漂亮 花开眼睛 花开花花 我们给这个妆要取个名字 的名字 你看我买的玩具 你思维跳得好快 我们这个妆容的名字就叫 雷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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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妆 好 ok ok 没问题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 雷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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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裆的化妆师 就是我们厉害的赵鹿思 耶 好 大家好 我是眉妆师 红眉毛 然后睫毛 调眼睛的形状 甚至还给我修了眉毛 画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妆 对吧 我要给她贴睫毛的时候 她说她不要贴 我不想贴睫毛 因为会很浓 不适合我 像微笑 她就是一个 双眼皮比较宽的女孩 她就非常适合 下睫毛和上睫毛 融合一点的 对 所以下面你画 下肢是不会觉得 涂和脏的 看这个睫毛 跟眼睛中间是有空隙的 这样子就放大了 仔细看这个眼线 其实也有 拉一个小猫眼的 这个小形状 往上看一下 这样这个睫毛就会 融合的非常好 粉条的腮红 用来提亮面中了 会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粉条腮红在这边 这个叫收缩色 橙色的收缩色的腮红 打在颧骨 所以整体看起来 会觉得脸小了一圈 三角部分 做了遮瑕提亮 反而是这样的 分区的腮红 是比较能凸显五官的 给她的鼻子 稍微做了一个小秀容 亮亮的 包括这里 跟腮红护印 高光就大家一定要知道 睛而小的点它 站点就可以了 因为高光一旦大了 显光部分 就会在视觉上放大 所以就是鼻头这一点点 然后鼻梁这一点点 中庭如果比较长的宝贝们 这个高光就可以往下来点一点 如果中庭比较短宝贝 这个高光可以往上走 嘴唇用了颜唇笔 我只做了下唇的这个阴影的部分的延伸 大家仔细看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在这里打了阴影在这个部分 窝窝这个地方 包括修了这个鼻子和卧蚕的一个呼应 比较细节呢就是今天的眉毛 是粉色的染眉膏做的眉毛 大家在化妆的时候 哪怕不贴假睫毛 也可以把整个妆容做的精致跟作美 它的卧蚕 其实我是用的腮红的颜色去做的 加深 所以整个妆是色调很一致的 对吧 所以其实可以建议给很多女生 就是如果 你这样头好扁啊 鼓励所有女孩子 能多多的尝试 新鲜的自己 再见 拜拜 小红书